农历新年 家人亲友相聚 吃吃喝喝 放松心情下饮食容易过量 对圣友来说 有些NG行为要小心 像是瓜子 坚果等零和钠的含量高 要注意不可吃太多 我们一天都是建议一个分量的坚果 一个分量的坚果以瓜子为例 大概是两个棉系汤匙 这样核桃是两颗 那像花生的话大概是十颗左右 吃水果虽然可以帮助消化 但也要注意钾离子的摄取 圣友可以选一些比较低价的水果 那比较低价的水果 现在比较多的像是橘子 或者是柳丁 或者是像苹果 那我们一天建议的分量是一到两份 那每一个分量的话 大概是拳头大小左右 此外过年期间 喝汤 喝茶与含糖饮料的机会大增 洗圣的病友更要避免水分过量 导致血压高 引发中风等并发症 对我们的水分而言 我们希望两次洗诊间的体重 至少不要超过5% 不要超过5% 把我们的体重把它控制好 不会说过年可能水分过多 就跑急诊 把握总量管制潜藏急止的原则 圣友们就可以平安过好年 大爱新闻王玉芬 张正龙 台北新店报导 连大爱新店舍 高铃 巡票 庭